地球就越来越热了 大家有没有试过想吃素 去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呢 一下子要跳去吃素的话 不是每个人都适应得到的 不如试一下用一些 比较简单的植物类别的蛋白 取代部分的肉食 就像桌面 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植物类别 蛋白的来源 包括了肝斗类、菇菌类 以及相对比较 大家接受一些的坚果类 就像腰果那样 有些人就觉得 吃素会不会很单调呢 我们也可以尝试煮一些 比较野味的酱汁 就像煮咖喱汁那样 挑选辣椒的时候 也未必需要一下子吃到很辣 可以先挑选一些 比较是BB级、入门级的辣椒 这样煮出来的酱汁 除了可以刺激我们的食欲之余 也不会刺激我们的腸胃 吃素吃饭 陈国斌 谢谢 今天做青咖喱冬菇豆腐 以我所知 豆腐应该配清淡的汤或食材 怎会配清咖喱那么特别 赵仔, 你的思想太守够了 这个豆腐不一定是 淋几滴豉油或蒸鱗鱼 也可以有很多不同的配搭 说起清咖喱 其实清咖喱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辣 Phoebe, 你吃得辣吗? 我可以的 是吗? 太辣就不太辣 你觉得这两款辣椒有哪款特别辣 我觉得是这些辣椒的辣椒吗? 如果你看到辣椒 看上去也不觉得辣 代表你可以接受辣的程度 但如果你看到辣椒还没吃 已经觉得很辣 或者肚子好像有点反应 我劝大家 不要了 对, 因为你心理上还没准备到 可能你吃的时候 就会更加辣得很辣 这里我们有一只很肥大的茄子 你看我切得非常厚 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想它的份量 跟我们待会的豆腐差不多 这个是厚的, 不是长的 圆圆… 对, 茄子也有很多不同的品种 这里如果越厚的话 肉会比较多 大家煮的鱼香茄子 都会发觉要用较多油 对… 赵仔, 这里 我给你加多一点油 为什么呢? 因为油本来是大王放油 我跟你说, 陈国斌 是 要不说 茄子要用辣不放油 这个鱼香茄子很香 是吗? 它有很多质地 挺难吃的 对, 质地有点粗糙 还有粗糙 对… 而且我们不想给人家一个感觉 就是素食既有的感觉就是 很清淡 很刮 这里是绝对不刮 因为我们马上要做青咖喱汁 我们这里有很多粒 干葱 干葱头, 真的有很多粒 对, 为什么要用到这么多粒 因为整个咖喱汁 就是它, 只要炒出来 它就带出一些味道 有咖喱汁的话, 有底部 我们说有英文… 有咖喱酱的底部 好像有河南 有些东西给你吃的 不然这个汁只有水尿尿 你会觉得好像差一点 就是自己骗自己 不是的, 大王 我们煮到它就会比较浓味 还有蒜头和干葱头 煮到差不多 理论上它会比较甜味 这个是放在搅拌机上 把它全碎掉 是的 那我们就要把它切碎 对, 把它切融化 有一些事先, 我已经做融化了 就是南姜 南姜 对, 接着是什么呢 这个看下去就看不到是什么 其实它是香茅蓉 对, 接着再配什么呢 还有这个 这些不用爆香吗 一会儿要的, 一会儿会 这个是黄姜粉 对, Phoebe, 你聪明 这个是胡椒粉, 没什么特别 这里有一个小茴香 放进去, 再加上这些 是什么呢 我们有青檸皮 青檸皮 对, 纯粹只爱融 对, 香香 小茴香 看怎么样 你们现在放进去的东西 那个新辣度挺高的 新辣度高, 其实煮了之后 南姜, 其实你吃就这样咬的话 也真的会辣 但… 它不是那种辣椒辣 是新辣的那种 不是, 你吃到差不多 煮到你行的 煮到差不多 其实它会顺服了 会顺服吗?全部 没有, 所有材料都会顺服 也是, 譬如我们现在放这些芫茜 如果就这样吃的话 有些人会觉得好像很辣 或者有很多香料的味道 好像有很多不同的味道 对, 最后这个烤一下小茄香 这些是什么 鸡蛋 我爹是干了一些东西 它是虾膏 虾膏吗 虾膏 你让我们看吧 我们的食品很熟 是不是?这个 是吗? 是吗? 拿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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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你是不是看了虾膏 真的, 那我们放了虾膏 够不够? 摸完你的手, 整个手都很咸 是, 你摸它, 你放在这里 是吗? 摸它 发觉原来我们煮的青咖喱 真的非常多材料 奇怪 这个这么大块的青椒是什么事? 它没事的 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个东西 真的吗? 对, 它拿来拿来的纸纸辣到你能不能呼吸 这个是否很辣 单纯大王刚才说的 他听上去很有说服力的说话 一大部分不太辣 完全是错的 他经常说大声就对了 你不要被他骗了 我也不是 但是是否小的辣辣 对, 像保药档那样 小的辣辣 小的辣辣 陈国斌, 要记住 我只是不懂东西 有时大声一点 是希望你跟证一下 是吗? 我说这些说服力跟证 我一直放下去 什么?你放下去 你又去鑑赏一下 等下是否真的更辣 这个很辣 这个就是辣椒 这个就死了 是 又不死了 这个真是指天椒指 真是辣 它是辣 但比较红色的辣椒 其实它没那么辣 不, 我觉得这些辣辣辣 它应该说是初小的级别 如果说平日 辣辣 对, 你去到中学的级别 就可能去到红色的指天椒 这种是什么椒 这种?我也不知道 青色的辣椒 青椒 在这里 喝点水 这样搅拌 我搅拌一次给大家看 这些人常说 搅拌不开 搅拌不开 其实它是可以搅拌的 不过让大家看一看 辛苦了 对 它也搅拌得开 不过你想它搅拌得更加暢顺 陈国斌, 你想要它干搅拌 然后出来一粒粒粒 还是搅拌它 我想它是搅拌了 对 但是你要记住一件事 因为你现在搅拌的东西 待会下锅子 对, 如果你越加多水 其实会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你要煮干 时间会多很多 但是问题就是 你没有差不多水 其实它混和得不好 又没有弄得那么好 在这边我尽量将它搅拌一点 陈国斌, 你想打融 它的意思依然不大 因为放到锅子也会煮得融 你需要打到它那么融 打碎它吗? 是的 不是的, 因为你刚才看到 譬如蓝姜或香茅 你不是打得很融 吃的时候就会发觉 会有渣, 对吗? 没错, 对 在这边我换一换锅 那你就搅拌吧 对, 蟑螂就没有了香料的味道 这样 招看, 帮我再加一些油 有些人经常在说 你吃素没有太多肉食材料 但是你又加了太多油分 大家的油的质量都很不同 一些是肉食的 比较多一些饱和的脂肪 我们这个是什么呢 我们这个是植物类别的 比较多一些不饱和的脂肪 现在我们放下去了 我们这里你看到冬菇很大 你可以事先把它蒸至半熟 可以 现在是半熟的 对, 那我们可以放下去 放下去 放下去 那, 蟑螂, 你这个有多大火 在这里我们就选一件 相对比较硬的豆腐 我们这个是一些韩式的豆腐 最主要… 很香 它是比较硬的 我们待会煮的时候 大家就当了一片不可以说芝士 不过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植物类蛋白的来源 朱仔, 我真的要赞你 好, 再买这些 不, 和我平日的拍档 也有少许的差距 在你这里煮出来的茄子 真的非常漂亮 我们放下这个 毛豆 今天真的有很多蔬菜 所有都是, 没有肉食 但是有很多植物类的食材 还有这个, 西兰花 西兰花, 我不放太多了 这是嬰儿的西兰花 放几棵 我们在这里加低脂椰漿前 我们要先加一点鱼露 鱼露, 为什么 刚才大家在吸收那块的虾膏 觉得它好像很浓味 但是它的咸度还没足以 就是做到我们承贴送的调味 可以加上鱼露 没错 在这里我们加一些低脂椰漿 另外,我们加一点水 让汁更多 好, 现在开始看到咖喱汁 咖喱汁出来了 成型了, 很好看 够青了, 对吗 这么够青 这么够青 那只大大, 那只这么青 或者是整只放进去 那只不放进去, 大王 你应该留给你的 有另外一个方法 大家有时候吃辣椒 想不太新辣的话 你可以把它放进烤箱里 是 把它烤焗后, 让它剥皮 这个 软身后, 整体的效果会比较甜 偏向甜一点, 没那么新辣 你看到里面有多少种青色元素呢 Phoebe, 考考你 是 数据到有多少种青色元素呢 有大青椒、大青辣椒、小青辣椒 小青辣椒 是 西兰花、毛豆 是 然后还有青檸皮 青檸皮… 是吗 还有什么是青的呢 芫荽 芫荽 真是非常深水清 大王 其实我们会漏的 对 一直在旁边看 我们究竟还有什么配料 还没放进去 有, 放进去 这个我看到, 这个 对, 刚才我说 其实植物类的蛋白 大家吃豆腐就觉得好像比较清淡 但是吃这个坚果 大家都相对比较接受一点 我们最后才放进去 其实这里差不多了 大家可以… 喜欢的话, 把酱汁炆得久一点 对, 会更加和顺一点 在这里我们就已经可以上碟了 我留意到一件事 刚才你再加水 是否之前打的时候 加多点水, 更好处一点 也可以 视乎我们加的蔬菜和配料的分量 看多稠 最后我们也要试味 如果我们做的咖喱 相对比较浓味一点 我们可以加水分, 少一点 但是这个做法 其实下面应该有半盆饭 所以我们这碟菜不是全素 可以拌饭 为什么不是全素? 有人回答我吗 因为要均衡 是吗?因为有什么 加进去令它更好 因为加了什么 因为有虾膏 没错, 太好了 又有虾膏… 可以真的熟虾膏 没有虾膠 咖喱汁煮好了 就放入腰果仁 陈岳斌, 我现在看到颜色 不是很重, 很淡色而已 是吗?我们不想它太刺眼 集中给大家知道 它是一个青咖喱的食材 青咖喱的配搭 造成我们这个真的很青 青咖喱冬菇豆腐